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管理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依着本讲次的重点为您一一的来解说 在今天第一讲管理与管理者的一个分享过程当中 首先为您介绍西南航空的这个案例 其实西南航空是在1973年由创始人赫博凯赫他所创立的 他在德州创立了西南航空并且担任总裁也就是CEO 他采取非常独特的管理方式 其实西南航空并不是规模最大的航空公司 在当时也不是经营绩效最赚钱的公司 可是却一直被公认是服务最佳的一个公司了 其实赫博认为顾客并不是第一 员工才是第一 其实顾客是第二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从公司的一些重要文件 在英文的employee的这个字当中呢 他都要求任何的文书 这个employee的这个e一定要大写 凸显出他对员工的看重 可是他也非常重视团队合作 他认为团队合作是落实公司的策略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当然在经营的策略管理上 他看到当时的所有的一些的竞争对手 他也自己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公司 所以他就拟定出 也规划出用低价的策略来经营西南航空 并且把主要的飞行据点呢 锁定在美国的西南部的城市 比如洛杉矶啊凤凰城等 他为了不要跟主要的公司竞争 他也为了压低价格 所以他不得不来控制成本 如何来控制成本呢 当然也从他的领导风格里面显现出来 他让每个员工都有一个具体的工作 当然也有飞行员 空服人员 还有搬运行李的人员 可是呢 在他的领导跟规划之下 飞行员他会帮忙乘客来报到 空服员也会帮忙搬运行李 所以对其他公司来讲 可能一般的作业需要一小时才能完成的作业时间 在西南航空因为不同的人员彼此互相的团队合作 其实只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同样是在一天之内 西南航空可以比其他的竞争对手多飞行许多的班次 而这个多出来的额外的班次也为西南航空创造了其他的额外的营业利润 赫博还有一个领导 就是凡事公亲 他被他的员工认为是头脸人物 figurehead 也就是说 他认为呢 要营造一个以员工为导向 以员工为主的环境 他呢 必须实地的 亲自的来关切员工 举例来说 假如公司里面有一些的聚会啊 或者是员工有一些的升迁茶会 或者是员工的一些的喜庆的一个庆典 他绝对会亲自到场去恭贺去参与 赫博的幽默跟亲切赢得许多员工的信任 事实上赫博也鼓励他的员工要幽默 比如他的飞行员机长 在飞机快要起飞的时候 机长会对顾客讲几句话 报告目前的一个状况啊 气候啦 飞行的概况 机长跟飞行员们 都用非常幽默亲切的口吻 让搭乘的乘客感到非常的亲切 而且非常的轻松 来欣赏 并且非常轻松的参与这样子的一个飞行 也就是因为在赫博的管理之下 员工们对赫博信任尊重 并且愿意赋予公司承诺 他们愿意多走一里路 尤其是也就是多做一点 尤其是在一片景气不好的这样环境当中 所以呢 货博的领导赢得许多员工的承诺 跟满足以及对公司的尽心尽力的付出 你一定很好奇 那么在西南航空员工们的一个薪水如何呢 事实上如果按照金钱报酬来讲 西南航空跟其他的航空公司 其实是不相上下 可是呢 贺博他说了 如果公司有超额的利润 有15%的净利润会直接回馈到员工身上 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跟奖励了 贺博还认为 公司必须安排好员工退休以后的出路 所以对公司的退休 以及平常的福利制度也都非常的优渥 贺博在管理西南航空为了要管制成本 他也非常强调 任何超过美金1000元以上的支出 他一定要亲自来审核 唯有严控的监督成本 压抑成本 才能够把整个的公司的生产力提升 所以所有的员工不只是尽心尽力 他们也诚心地对待他们的顾客 满足顾客的需求 所以西南航空一直是被称为 服务最好 经营绩效最卓越的一家航空公司 以上是我们的个案 让我们一块来看一下讨论的议题 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 一 贺博发挥了哪些管理功能 二 贺博扮演哪些角色 使之成为员工口中的最佳CEO 三 有效的管理者需具备哪些技巧 在还没有回答我们刚刚的讨论议题之前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一讲中我们所要讨论的重点 在本讲里面 管理与管理者 我们首先会来说明管理的意义跟功能 并且接着了解 管理的阶层 包含哪些的形态 还有管理者必须具备什么样的角色 最后我们会来分享 近代管理学 它在理论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的趋势 好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管理的意义 也就是管理是什么 管理这个名词 其实对大家并不陌生 可是事实上 我们把它做一个明确的定义 管理是指借由他人 以一种有效能 而且有效率的方式来完成组织的活动 达成组织的目标 这里各位可能看到字幕上 什么是效率呢 效率其实它指的是投入跟产出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希望用最少的投入 投入我们的资源 包含时间 金钱 跟体力 我们希望我们达成我们的目标 也就是我们的产出 就是最少的投入 最大的产出 套句我们的成语 就是事 半 功 倍的效果 能够事半 功倍表示我们做事情 非常的有效率 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 发挥最大的效果 好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什么又是效能呢 效能跟效率又有何不同 效能英文叫做effectiveness 所谓的效能就是我所要达到的目标 比如今天我感冒了 我要吃感冒糖浆 我才能够缓和我的咳嗽不舒服 我胃痛了 我要吃胃散 才能让我的胃比较舒服通畅 这叫效能 可是胃痛吃感冒糖浆 是没有效能的 为什么 因为胃痛要吃胃散 不是吃感冒糖浆 所以什么是效能 就是达到 我预先所要达到的目标 就叫做效能了 好 刚刚我们又看到 他说是要有效能 有效率的一个程序 什么是程序 所谓程序 讲穿了就是一连串的活动 可能没办法马上达成 而必须要按部就班的 这就叫做程序了 那什么又是管理程序呢 如何的按部就班呢 所谓的管理程序 其实就包含了规划 组织领导跟控制的活动 按照这四个步骤 按部就班 那么组织就可以达到 他所要达到的一个既定的目标 也就是达到效能 而且是非常有效率的 不浪费的达到效能目标 您把管理的意义记起来了吗 休息一会儿 我们来看管理的功能 刚刚我们提到 管理的程序 就是按部就班的 进行规划组织领导控制 其实这四个程序 也就是管理的功能 让我们来看一下 管理的功能有哪些 管理的功能首先是规划 什么是规划呢 也就是对未来的一些 所采行的可行性的一些的方案 进行分析 以及选择的一个程序 当然当中包含了 我未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以及我如何来进行 有就是我的策略 每一个策略下面 可能还需要有更细部的 从属仔细化才能够来完成 第一个功能也就是规划 第二个就是组织了 我们说人不可以离群而所居 所以我为了要达到某种的目标 我必须先建立一个系统的架构 把每一个可能的步骤 分门别类 也就是按着各个部门 来做一个系统化 彼此之间 系统化里面的不同部门 彼此分清楚彼此之间的权责 当然分工之后 更需要合作了 所以不同的部门之间 不同的系统的任务系统当中 必须要有很好的沟通 来达到分工以及合作 有了规划组织 第三个就是领导了 所谓的领导就是受到激励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部门 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当然是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 这个统一的指挥 不是只有命令而已 积极来讲 它是激励员工 也就是激励组织里面的每一个成员 消极来讲 它是来解决分争 当然规划组织领导 第四个就是控制了 刚刚说过 我要非常的有效率 也就是我要善用我的资源 所以我要好好监控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的资源利用 我再把这样的进度 跟我原先的目标做比较 看看是过还是不急 如果有不急或者是资源不够的地方 我能够及时修正或者是改正 借由这样的一个监控 比较修正的程序 好让我自己的一个实际的进度 跟原来的预期 也就是在规划里面的时间的进展 是能够互相的配合了 好我们了解管理有这四个功能 规划组织领导控制 让我们回到刚刚我们的案例 当中的西南航空 那么这一位赫博 这位的管理者领导者最佳CO 他有没有发挥管理里面的四个功能呢 首先我们看有没有规划 当然有 赫博了解当时的竞争环境 他知道他不是最大规模最大的公司 所以他规划出他的经营策略就是要低降 好我们看他有没有组织 当然有 他把组织把这个公司里面的分门别类 有的是飞行员 有的是空服员 有的是行李人员 可是他在这样的组织当中 他并不僵化 他非常的有弹性 利用团队合作来彼此分工合作 所以可以非常有效率 在案例里面我们看到 在别的公司可能要一个小时的作业时间 在西南航空10到1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为什么能够如此有效的分工合作呢 当然霍博发挥了第三个领导的功能 他凡事公亲 他尊重员工 他视员工为员工第一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让员工非常的幸福而愿意为公司卖力效忠 霍博有没有发挥控制的功能 有 霍博为了要压低价格 他严控公司里面所有的支出 他甚至非常的细微 到任何超过美金1000块的一个预算 都要经过他亲自来批合呢 所以霍博发挥了规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四个功能 好 接下来我们进到我们下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讲题 有关于管理的阶层 组织里面必须有不同的阶层来进行管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组织要达到特定的目标 所以需要做内部结构的一个安排 以便能够达到下列的几项特征 第一个 我们说每个组织都有他独特的目的 第二 每一个目的可能需要很多人 甚至一群人来完成 而这些人分门别类 按照他的专业来分部门 每个人来执行他内部的活动 不管如何 第三个特征是 虽然部门有不同 可是每个部门彼此之间是成一个系统化的架构的 有位学者叫做明兹伯格 他提出来 他说每个组织里面有五种的管理形态 这五种就是技术核心 技术资源 行政资源 中阶管理 以及高阶管理单位 如果我们用图画把它给表示 就如同您在画面所看到的 有一个纵轴主要的最下面而上 我们看到最下面就是技术核心了 然后接着是中阶管理者 然后是高阶管理者 而在这个主要的这个动梁纵轴当中的 左右两边又各有左边的技术支援幕僚 以及行政支援幕僚 一个组织必须包含这五个单位 才让一个组织的形态得以完整 这五个单位内容又是如何呢 让我们更仔细的往下来做一些的探讨 明兹伯格说了 什么是技术核心 技术核心指的是 在一个组织里面从事生产服务 最基础工作的员工 举例来说学校 学校主要的核心就是教学 所以技术核心就包含了老师 以及教学的一些的设备 第二是技术支援 什么是技术支援 刚刚的例子来说 老师的教学是主要的一个核心活动 那么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 老师教材的内容就需要有研究发展了 所以老师这个研究发展的成果 有赖于研发处或推广部 也就是负责核心的一个创新跟改革 帮助这个组织能够适应环境的这些的活动 就有赖于技术支援幕僚来协助完成 第三个是行政支援 行政支援如果再回到刚刚学校的例子 那么老师要教学 老师也要有差勤请假福利退休 或者是招聘新老师等等的制度 那么这里的行政支援 就有赖于学校的人事事来协助完成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行政支援的幕僚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单位 第四个单位指的是中阶管理者 这个中阶管理者 其实他主要是负责让整个的营运顺利完成 以及他的一个维护所提出的行政服务 举例来讲 在学校里面学生要修的学分 所以他需要有教务处 他的一个学分登记他完成之后 需要有一些的学分的认可 四年完成之后或三年完成之后 他就可以得到学位了 好 还有学生需要教室啊 那教室设备的维护就有来于总务处 所以中阶管理者在学校里面 就好像是教务长 总务长等等的一个单位 来协助整个的教学顺利完成 同时他也负责把高阶管理者的一个经营理念 跟策略落实到基层的技术核心单位 最后指的是高阶管理阶层 高阶管理单位 高阶管理单位它是负责领导跟协调的 比如在一个学校里面的一个校长 或者是私立学校的董事会 他要负责整个学校的经营的使命跟宗旨教学的目的 好 让这样教学的目的能够借由中阶管理者 落实到基层老师的教学 同时让同学 学生 也就是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深刻体验到我们学校是强调理论跟实物并重的 这样子的一个策略目标的 这些指的是管理的形态 管理阶层的形态 好 那么在管理上又分为哪些不同的层级呢 以下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一般来讲管理的层级可以分为第一层 指的是作业人员最基层 比如是老师或作业人员 第二层级指的是作业人员的主管 比如工厂里的领班或者是学校的组长 第三层级指的是中阶主管 刚刚提到中阶主管主要是替高阶管理当局 他所制定的理念能够落实执行到第一层级的 第三层级比如是教务长等等 第四层级指的是高阶主管 也就是最高的管理阶层 负责一些策略的制定的方针等 不管如何 也不管在哪一个层级 事实上每一个管理者都要来执行管理的功能 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层级的人都要进行规划组织领导跟控制 当然高阶管理需要来做规划组织领导控制 可能您会问那么第一阶层的作业人员需要吗 当然需要 他必须计划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他如何善用他手边的资源 如何达到领班所要求的 如何让资源不浪费 如何在领班的领导之下 并且如何跟他的同事合作来完成既定的目标 所以说不管是在哪一个阶层 哪一个层级 每一位都要做管理 每一位都要做好管理的规划组织领导跟控制 好吧 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管理者的角色跟技巧 刚刚我们知道明兹伯格学者呢 不只是提到了管理的层级 事实上他对管理者的角色也做了一些的定义 什么是角色呢 比如周老师是老师 同时也是妈妈也是太太的角色 明兹伯格说啦 一个管理者呢 其实他必须兼具这三种角色 那三种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 明兹伯格说 首先管理者要扮演好管理的角色 所谓管理的角色 就是属于人际关系的一个来分类 比如要做好头脸人物 领导者 以及联络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第二类的角色 也就是资讯的角色 所谓资讯的角色就是管理者必须要能够传递资讯 也是依管理者传递资讯的行为 可以分为监控者 也就是监控整个的资源利用 甚至了解消费者的偏好 传播者 传播讯息给组织内的成员 还有发言人将组织的计划传递给社会大众 第三类的角色是决策的角色 一决策可以分为管理者是一个创业家 他能够掌控整个组织绩效的进行 管理者也是一个困扰的处理者 很可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未如预期的困扰冲突或者是修正 管理者也是一个资源分配者 可以有效的分配组织的人力物力以及金钱 他更是一个谈判者跟其他的组织来讨论 以争取本身的利益 所以我们了解管理者他必须扮演好管理的角色 资讯的角色以及决策的角色 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忆 刚刚案例西南航空公司这一位贺博 这位最佳CEO他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他有没有扮演好人际关系的角色 当然有 他是员工心目中最佳的CEO 他凡是公亲 他是员工的头脸人物 他同时也传递一些的讯息 他知道外面整个的环境的情况 所以他把外面环境把它传递到内部员工 要求员工要能够团队合作 提高公司的一个生产力 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决策角色呢 当然他不只是制定了这些的策略 他并且知道如何善用公司有限的资源 做好一些资源的分配 当然这三个角色 霍博都扮演得非常的成功 接下来我们看看 那么当一个管理者要扮演好这些的角色 当然他需要具备一些的管理技巧 在管理技巧里面除了一般的技巧之外 还有特殊的技巧 所以事实上管理者的技巧指的是 这一位管理者对于管理职位的成功与否 他必须具备的能力或行为 刚刚说到有一般的技能 一般技能指的是首先是观念化的能力 观念化的能力指的是这位管理者 他个人的分析 以及当他面对复杂环境的时候 对复杂环境的一个心智能力 这个心智能力是跟他的一个心理状态 甚至于是他的一个整个的统合 对他的敏感度 他的经验累积所达到的一个心智能力 第二个是人际关系能力 刚刚说到管理者要扮演一个角色 尤其是人际关系的角色 所以人际关系帮助管理者 能够了解跟激励他人 第三个技巧叫做技术能力了 技术能力就是在特定领域的知识 以及专业能力 有时候我们说树叶有专攻 是的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专业 而对每个专业必须有某种熟悉程度 他才能够有比较深刻的一个心智统合的 一个决策出来 第四个是政治能力 各位不要误会 政治能力并不是说管理者 一定要去竞选民意代表 所谓的政治能力 也就是如何能够建立他的权力基础 基于这个权力基础呢 能够建立起他跟外界 以及他跟内部不同部门 不同个人之间的连结能力 有了这个政治能力 有了这个政治能力 好让他手边的资源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 除了一般技能之外呢 还有客树技能 不过让我们再回过头看看刚刚的西南航空 霍博有没有发挥一般的技能 一般技能您还记得吗 包含概念化的能力 当然霍博要很有概念 他才能为公司制定好的策略 更不用说他具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了 他凡事公亲 只要有任何的大型的聚会 或者是喜庆聚餐 他一定会参加好彼此联络感情 也就是因为他有很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他赢得员工的信任 他是不是有很好的技能呢 就个案来讲 我们没办法来判定他是不是一个好的飞行员 不过我们了解 他一定对航空公司这个行业非常的熟悉 他有没有政治能力 他当然有 他知道如何借由关怀员工 让员工为公司为他来效力 好 除了一般能力还有特殊技能 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到一幕上 特殊的技能包含控制组织的环境跟资源 还有组织协调 处理资讯 提供员工成长跟发展 激励员工 并且处理冲突 乃至于策略性的解决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管理者必须具备的特殊技能 今天最后一个议题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 那么近代的管理有哪些的一个趋势 事实上我们每天翻开报纸都会看到很多跟管理相关的议题 比如人性化管理的议题 跨文化的跨国企业的议题 还有创新管理知识管理的议题等等 这些议题其实都值得我们仔细的去推敲 对于有关于管理议题的一些的发展跟趋势 我们留到下一个讲词跟您做分享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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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